是不是就用了这个bundle 对吧 所以说 就用这个就可以 所以说这里边跟你额外说一下 如果你之后要传自己的实体类 就用这个 要不然你总不能 很复杂的业务逻辑 你传不了实体类 你所有都在这里边弄一个方法 所有的运算都写到这里边 对不对 就搞得很麻烦 所以说这个东西 传数据就专门 只让它传数据就可以了 我这里边数据比较简单 我直接用到OBG就可以了 对吧 你要是很复杂 你弹个什么list啊 或者什么都可以 或者是多个实体类 对不对 这种都可以 好 这个Water Water是干什么的 还记不记得 对 为什么要给Water付一个值 要它有什么用 它到底有什么用 为什么要用呢 什么时候该用 什么时候不该用 因为你 Hunder的是更新界面操作的 对不对 你比如说 我现在这个一个程序 这一个界面里边 我用了四个多线程 对吧 去数据比较多 四个多线程 我都要去更新这个界面数据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怎么办 我难道我去 去拥四个Hunder了 费事不费事 我就可以用一个Hunder了 那你几个程序 因为咱们就知道 给Hunder发这个信息 用Send a message 对不对 你发是发过去了 Hunder如何区别 你到底是哪个类国发的呢 如何区别啊 对啊 一二三四五 复完值 你在这里边一判断 不就知道了吗 虽然我这里边 只有一个多线程 但是我这边写它 其实我这里边不用 这个不复Watt这个值 也可以吧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比较重要 因为在很大一部分情况下 你用Hunder的去操作呀 经常一种情况下的写法 就是这样 一个switch 判断Watt值 一的时候是 哪个县程给我传过来的 我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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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二的时候 哪个县程给我传过来 怎么怎么做 知道吧 很有用 这个要记着 直播是我这里边 你看只有一个 其实不这么写也无所谓 对不对 还有 就说你只是纯粹的通知 它去更新一下界面 并不给它传什么值 这时候怎么做呀 你总不能又扭一个message 然后什么也不填 你就这么看啊 记着这个方法 你用的是这个吧 你看是 对 发空方法就可以了 不要用这个 每次你用一个 还什么都不填 是不是 对 就用这个就可以了 谁再给它发一个 用Cinem Import Message 就是给它发个空 这个记得 这就是咱们的这个 Handler的这个应用 然后在这里边 你就该怎么操作 就怎么操作 该操作UI 就操作UI 这时候就不会报错了 对吧 要不然你要报错 在多线程里边 是不能直接更新UI的 最后我做什么操作呀 更新完了 把这个 对话管理关 而不是进度条 这个对话管理关 完事了 就这样吧 好 这就是咱们的这个 多线程和Handler的应用 其实很简单 是吧 你记得刚才讲的那几个 比较重要的句点 比如说 SetData那个参数 凡复杂参数 然后Walt 到底什么时候该用Walt 这个记得 基本上你这个 大部分的应用 都应该问题不大 好吧 然后我看这里边 还有哪些要 比较要注意的地方 其他的要注意的 应该是没有吧 是吧 我把它给撤回 好 这个时候 我们的这个统计 应该基本上 就是这个样子 按照现在这种情况 还记不记 之前咱们模拟的 那个客户需求 那封信 对吧 他要求算账很方便 根据这个图表 他一下子就知道 到底谁该解决多少钱了 再也不用回来 两个人拿着账本 给他算半天 还除以外 我家集 一米加集 这事吧 对不对 这时候基本上 他的这个 主要需求 应该是满足 对吧 但是呢 我们的程序 做了还更完善一点 又加了 其他的一些功能 我们下面就 接着把它给过一下 比如说比较常见的 导出表格 对不对 我们这里边 导出表格 是怎么挡的呢 点一下 是按照这个 账本名称 加他当前的年月日 是不是啊 导出到他的这个 导出到他这个 SD卡里边 导到这个目录里边 那么我们把这个账本 取出来看一下 看看 效果是怎么样的 之前传一下 又该传出来了吧 我们用 我们用命令吧 用命令来传 命令就行 命令我还真没试过中文呢 估计有点悬 稍等 应该是有解决办法的 好 我们继续开始 刚才临时查了一下 好像他这个VDB啊 现在确实是很弱智 好像是没有查到这个 比较现成的这个 传中文的解决方案 那么我们就 只好先给他改成英文了 因为你在手机端真机的话 你可以那个什么 你可以用USB卡给他 模拟成USB 就是U盘这种形式 给他取出来 现在就不行了 我们去把文件名 还是给改一下了 回头我可以专门查查 这个有没有好一点的解决方案 如果有的话 可以给大家分享 我们这个导出呢 怎么办呢 导出 那个导出是在哪写的呢 这儿吧 不要name 我们就只能暂时 先不加入这个account 这个name 把这个参数 只能暂时平均掉了 这行平均掉了 我们下面 另起一个新行 咱们真正在写的时候 把这行业还原开就可以 他这个对中文啊 确实支持 因为我记得 最早期啊 在用这个安卓的时候 最离谱的都是 他这个logotide 你知道吧 你打中文他都不认 也就是说你在日誌里边 你写中文日誌 出来了全是乱码 就更恶心了 你就只好用 再不然用英文 再不然 反正就不能打中文 所以说他现在啊 这个对 国产的这个支持力度 中国的这个支持力度 还是 反正比微软要差太多 你看微软人家的这个 MSDN 那个整一套帮助文档 人家翻译的 就是这个中文的 启动起来了 好 我们重新把这个给导出一下吧 那这个吧 导出表格 要说吧 这时候我们再往外取吧 然后我们去找到我们的对盘 看他导出的样式是什么样子 没有了 没有了 我们等他打开一下 比较慢点 这个是我程序的问题啊 这个没事 我们再去打开一下就行了 我装了这个office 有点问题 再双击一下 快了 是不是看到跟真实的表格应该一样吧 对不对 哪天他要想把他的所有统计信息导成表格 咱们不就也支持 这种需求还是很常见的 对吧 因为他的数据 不可能就 永远只是在手机上看看就完事了 还有可能要在电脑上备份 对不对 或者发给别人看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多家里的支持这个功能 那么这个功能呢 实现起来也很简单 我们主要是做了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导出操作到底做了什么 我们首先找到我们的activity这个类 在这里边呢 找到 应该是这个方法吧 导出数据是不是 我们进来 一层一层进来 这个是导出 怎么导出呢 首先是取出来这个账本的名称 是吧 根据传惯的账本 一取来账本名称 然后呢 拥出来一个新的日期 然后往下走 这个文件名是不是取出来这个日期的年月日了 对吧 后面加一个后质名 是吧 然后继续往下走 是不是拥了一个 新建的一个文件 对吧 这个文件的路径就在什么什么sd 特的 然后这是咱们的项目名 是吧 然后这个导出这个文件 是吧 表格 报表这个文件 这个目录 然后 一部要先做什么呀 你不能弄了直接就建了 是不是 你还没这目录了 对吧 所以咱们一部是不是先判 用这个一个this的这个方法判断这文件 这个路径 文件夹路径是否存在啊 如果不存在 我们就要make dir 新建一个这个目录 对吧 如果已经存在就直接跳下去 下边呢 有了文件路径了 这时候又拥出来一个feel 这时候把文件名给弄出去了 是吧 刚才你那个不能填文件名存 是吧 你填文件名就是这个文件存在不存在 你只能填到目录这一集 对吧 这时候是把文件名也给加上了 如果这个文件 也是判断不存在的时候 就直接就生成了 是不是 对吧 然后继续往下走 这个是个什么呀 我们用了一个三方的类裤 这个是菜园的 是韩国人的一个类裤 就是叫什么GXL 咱们有兴趣的 在网上直接搜这个GXL 一搜就可以 这个是他写的比较完善的一个 就是在安卓下边能用的一个 导出电子表格的一个类裤 好像现在支持到几 支持到07还是多少 就是office的机会 反正我现在导出了 我这里边装的 应该是2010吧 反正都能打开 咱们距离可以测试一下 那么他这个类如何用呢 用起来也很简单 你看我这上面有故事 对吧 我们来一行行看一下 首先声明了一个这个 表对象是不是 可写的表对象 因为他这对象分好几种 如果你今天是从表格读数据 你还可以生成那种 只读的对象 你知道吗 咱们生成了一个可写的 是要写 然后 生成一个这个电子表格对象 是不是把你要生成路径填进去 就可以了 对吧 创建工作本 然后工作 因为咱们表格里边是有这个文件 里边是不是又 那个什么sheet1 sheet2 是表格分开了吧 对吧 这个应该知道吧 这个应该知道吧 里边分分那个sheet1 sheet2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又创建了一个新的表 里边具体的表 对吧 这是它的那个锁眼 传零 是吧 锁眼给它传了零 生成完之后 我们这个表 里边的表是不是要有title 对吧 不能装数据 没title 人家知道你的数据对应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创建了一个title的数组 然后这个时候又拥有了一个label标签 这个label标签干嘛呢 是不是把所有的title便利了一边 放到一个新的这个label里边 然后把这个label标签 放到它的一个具体的一 一列一格里边吧 对吧 就是这样 这就是第一行的 是不是标题行给它添加了 然后继续往下走 我们是不是就把具体的统计数据给它取出来了 取出来之后 便利咱们的统计数据这个表 怎么便利呢 首先取出来一个统计数据 然后往下走 刚才咱们这个不是用了label吗 对吧 label是spring类型的这个表格数据 对不对 我们这个列是一个数字类型了吧 所以这里边用的是个number 对不对 这后边传的分别是什么呢 分别是它的这个 第一个是它的 所在列的这个位置 知道吧 第二个是它所在行的这个位置 第三个就是具体的数值 对吧 咱们这个是零列 咱们那个列是零列嘛 是吧 然后 行要从 要加一吧 因为咱们 咱们第一行是不是 刚才被tattle给占了 对吧 所以加一 后边就是它具体的值 这个列就是也是加一吧 因为一列 一二三四五 循环下来 然后再往下走 现在姓名这一列了 这列变成一了吧 对吧 然后又加一 然后这个就是 支付人的姓名 然后继续往下 这个是格式化一个金额 把它格式化成金额这种类型 因为 咱们知道在咱们这个电子表格里边 也是分数据类型的 那格里边 有什么日期啊 数字啊 金额啊 对不对 它这里边都支持 我们填成这种 警号点井井 对不对 这就是 小数点后两位嘛 是不是 它就自动帮你格式化成这样 很方便 它这个也支持 不用咱们自己找了 然后金额也给添加到这一列里边 最后就是消费信息 消费信息又是它那个什么嘛 就是把它来回换一下 转换成比较容易看的这个数据嘛 然后再放到一个level里边 这是第三第三列了 然后最后就是第四列 第四列就是消费类型 对不对 就这么 最后你把它全部 通过这个add cell的这个方式 给它添加进去 最后怎么做呢 要用一下写这个方法 因为你前面都只仅仅是在对象里边 做添加 最后记得一定要调用这个写 把它真实的写 写在那个 刺盘里面 最后记得要关闭 清空内存 最后把结果一返回 数据已经找出 位置在哪 就做了这么一个提示 这个表格空间就是这样 反正挺容易使用 记着就行 这样的话 咱们那个 之后碰到表格需求 就直接用这个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 它是开源的 你下下来 你有自己的需要 或者需求 你可以灵活的改 好 我们的这个 导除数据 生成Excel 就先讲到这 然后再往下呢 我们这个统计 先前那个类别里边 不是咱们看到 有那个类别的统计吗 对不对 然后没有做 这个是要放到最后讲的 我们放到这个统计这点一块讲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图表是怎么生成的 图表呢 是我看一下 是在 类别这个里边 这个我怎么看着少文件呢 哦 还没挪进来是吧 得 先给挪进来吧 这个挪进来的话 我要挪 把这个片子挪进来 把它给粘贴进来 然后 然后 删掉 这个 这个 其实用这个组织一幕 这样呢 不要省着 省一个一个改 哦 这个出错误了吗 哦 我这个 account from 我改了点方了 这个也要 不改 我刚才没改过 account from 这个类似 改过就行 出在要 哦 哦 错这么多 哦 这个为什么会 改名字了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应该是叫逼天吧 算了 我还是去看一下 那个 后退 那个后退 叫什么呀 应该是在 tattle里边吧 所以说 这种不敢乱 不敢乱